Hello大家好 我是蜜子今点了一个外卖 超市特辣的汤 准备煮火锅吃 你们吃超市最喜欢点什么呢 这是我点过最贵的超市了 因为我点了100块钱的钱 超市特辣火锅 这边准备了一个炸弹 到底是念炸弹还是念炸弹 这也是我第一次点到这一家外卖 我也不知道辣或不辣 辣的让我受不了 咱们就开这个榴莲吃 如果还美味的话 我们就换生烟吃 但是这个毛肚 这个浅层肚 这是浅层肚吗 我说我被坑了 你们看这是浅层肚吗 这分明就是毛肚梗子 这一家特辣 比我之前点的那个辣太多了吧 看上去其实还好 是不是 看上去还好 看上去不辣 又来又香的感觉 我听说不谢谢 开始就帮他 好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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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子 看上去 肥子 更本 肥子 肥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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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过滤了再吃吧 太辣了 真的太辣了 乖乖 要睡觉了吧 我今天喝火锅是 CP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说这个很辣的话 我就开这个榴莲 但我不想浪费这个榴莲 这个榴莲屁股还没开花呢 主要是我今天为啥要吃它 就是要放在家里面 太臭辣了 我昨天晚上吃了饭回来 然后我就在质疑火锅 说火锅你又到处乱挖屎了吗 怎么这么臭 家里面就一股屎臭味 然后我就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他的爸爸 然后我就想起来 我家门口放了一颗这个榴莲 你们现在可以猜一下这个榴莲 我下期开它是几发 把它放这里 哇 你要去问它呀 是不是跟你的爸爸一样臭 哎呀 火锅 我早拉筒了 刚刚来包包包包包 安闻一下我 嗯 真是把我拉筒了刚刚 上几次有朋友说我包了它怎么不洗手就扒拉小龙虾了 肯定洗老手的呀 只是剪掉了而已 你们看见火锅换新发型了吗 它剪头发了 它修了一下头发 去 我们来吃生烟吧 然后这个呢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新宝贝 新宝藏 嘎嘎的好吃 特别好吃 蛋肠胃不好的 不要吃 鱼吃了容易拉肚子 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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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老好吃的 贼好吃 我之前已经吃了两个了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是的 每个都要怼镜头给你们看 五个 看到里面还带黄了吗 它多有的汤汁可以腌个鸡蛋 半个凉菜什么的 我现在吃的这个是韩式酱的 它还有一个泰式辣酱的 它用的是一个海铺虾 海边的朋友海铺虾是什么虾呀 我也不知道 反而我就觉得好好吃 嗯 真甜 没吃过生烟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但前提是你肠胃不脆弱 嗯 一点都不鲜 肉汁是那种软绵 微脆 非常的入味 极其的入味 我要用这个词了 非常的入味 黑入味 鲜甜鲜香 我是一个西南人 我小时候没吃过这些 可是现在才有机会吃到 哇哦 生烟从小吃到大的是哪里的朋友 没有吃过的朋友 现在看我的这个视频是做何感想了 没有吃过的朋友 有什么疑问吗 我来解答你 一点都不鲜 一点都不删 一点都不删 你所有想象的不好 不是 在这里都没有 夏天吃真的太适合不过了 真的好好吃啊 再来一个太适的 这心道的口味 我还没试吃呢 哇 哇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七只 八只 哇 这一盒有八只 嗯 好好吃 这个会更甜口一些 生烟好不好吃 我觉得食材真的很重要 海鲜食材好了 新鲜了 三百一汤匙都好吃 就是泰式蟹块 用到的是缩子蟹 这个蟹肉一起 哇 出来了 蘸点汤 再缩 哇 哇 好治愈的感觉 就 好爽 很解压 这里还有个 韩式酱的 嗯 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一整个鲜美猪 我感觉那个潮湿 我又可以再吃两口了 稍微轻一点点 不能轻多了 慢慢吃还好 我可能最开始 吃的比较大口吧 真的万物这口炸的 嗯 慢慢吃还是不错的 来一口这个千层 虽然今天榴莲没吃到 留人千层还吃到了 嗯 还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好莫名其妙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刷到评论了嘛 然后有一个好信任 艾特我 感觉有人在整理 刚刚出现了一个群 关注点赞 你可以拿四块钱 这个网友就在群里面回忆 他们说 蜜子蜜有一千多万的粉丝 结果后来就被踢了 就 好莫名其妙 然后后来 过了二十多分钟 又有两条视频的评论是 买粉丝 是不是 然后一个狗头表情 又在我另外一条视频下面说 3.8 一个赞 真的吗 我就觉得好莫名其妙哦 我现在全红的粉丝都是我这么多年做视频拥有的 这个真的好恐怖 我又不是营销号 我也不是一个水号 我也不是背后有资本什么什么的 我就做了这么多年的短视频 然后积累了这么多的粉丝 我最近是招谁惹谁了吗 就这个太恐怖了吧 就有人故意就是要捧杀我嘛 而且算算如果我这些粉丝都是买的 然后几块钱一个 那我也有个大几千万了呀 我有大几千万我还干这些事情干嘛呢 气死我了啊 来我们抱抱抱抱 给我一点点温暖 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榴莲放在这里 已经变得非常的安静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视频 好蜜子君 我先关注好蜜子君 MarisMS跟我一起做一个快乐的吃货吧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蜜子君 MarisMS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 我也在上面积极回复大家的 这个真的我要过水吃 太辣了太辣了 说真的我是觉得安安静静的好好的 做好内容 然后做的内容 对观看的用户来说有价值有意义 能传递这能量我觉得可以了 我也觉得我不懂 不懂为什么有这些骚操作呢